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我们讲的基础科学研究 工程技术突破 以及经济产业的这样的发展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这样的效果 我们在支持像大气 海洋环境 能源 材料 生物医药 以及数字媒体 智慧城市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这样的成果 据卢宇彤介绍 目前中国的超算系统研制能力 已经达到世界一流 天河二号 太湖之光两台中国产系统 连续六年占据Top500首位 在下一代的一级计算研制方面 中国的进展也比较顺利 我们中国的超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经打破了每日对世界超算头把交予的垄断 那么已经站在了世界超算的前列 看我们过去四十年中国超算发展 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一个是我们的应用的需求是非常非常旺盛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科学技术的水平 也取得了长足的这样的发展 再有一个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有大幅的提升 那这几个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超算 现在的这样的发展的态势 卢宇彤表示 超算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实际上非常普遍 尤其是超算应用层面的合作 国外的超算应用发展的比中国早 水平也比较高 与国际一流团队的交流 与互动对国产超算应用的发展 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我们讲超算要造福全人类 就是那么其实也是需要 跟各国家的这样的交流 在这个学术的研究系统的这个研发 应用的研发领域 都有很多合作交流的这个空间 那么在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动上面 也有这个国际合作的这个可能 所以在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也还是要 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 我们还是要大力的重视 这个国际合作和交流的 目前中国超算雄剧全球前三 在世界举足轻重 对于中国超算的发展 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贡献 卢宇彤则表示 国产超算飞跃发展的这几十年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懂 带动了一系列的国产的 这个高性能计算的这个产业 大的这样的企业的这样的发展 那么其实对科技和经济 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 超算的这个应用 对我们各个领域的这个产业的 这个发展和科技创新 也起到了这个推动的作用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呢 大家也是在互相借鉴 就是中国的这个发展理念 就是我们从这个 异构结构的这样的特点 那么以及我们融合应用的 这样的理念 那从需求的角度 从这个技术的角度 大家呢互相 就是互学互建吧 那共同呢来促进 世界这个超算的这个繁荣和发展 我们下期再见